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3年1月19日 周卓华不发经营赌博罪成酬18年 赌底面财产损害赔特区65亿 向5家博企赔偿于21亿港元 初级法院第二刑事法庭 昨天对涉太阳城集团犯罪的刑事案件 作一审宣判 当中前太阳城集团创办人 第一被告周卓华 被裁定触犯162项黑社会罪 不发经营赌博罪 相当巨额诈骗 各罪并罚合共判囚18年 周卓华和多名被告 因倒底面的犯罪行为 对澳门特区和5家博企的财产损害 需向澳门特区赔偿65.22亿港元 向5家博企赔偿于21亿港元 但件于昨天早9时30分 在初级法院宣判 包括周卓华在内 案中多名被激压的被告 身穿蓝色防护衣 头戴透明面罩 由肉警压界至法庭 唯有律师迟到 至近10点正式开庭 合议庭主席盧影霞 以一个半小时左右宣读判决 期间一众被告全程暂立 听取宣判 法官指以 认运掩饰底面犯罪 有关底面部分 盧影霞表示 根据司警从太阳城集团 伺服器发现的教学文件中 将底面清作 凌运 但凌运 是普通用词 难以联想 底面活动 反映太阳城明知 底面是法律所不容许 所以冠以 凌运代号作为掩饰 太阳城多名会计兼任 第五被告张志堅 底面 公司的会计 可见他们获得上司同意和安排 周卓华的秘书向周卓华发送有关张志堅 有关的聊天群组 但没有周卓华同意 为何会安排太阳城人员 有系统和默契地帮助张志堅从事不法活动 盧影霞俗说 案中司警提供的229个 到底面地点 是按太阳城手获的资料得出 为辩方未能提供更有力的反证 但案中126项不法赌博罪 已过5年刑事追溯期 最终裁定周卓华触犯的103项 在许可地方内不法经营赌博罪 在澳推动电头网头 并没有获当局许可 有关诈骗方面 露影霞指出 周卓华等多名被告 长期且有组织进行 倒底面 实施诈骗的事实 以规避税和与博企的分成 对政府博彩税构成损害 需民事赔偿 有关电头方面 露影霞表示 周卓华虽在2019年宣称太阳城暂停电头网头 但事实上仍暗地 指示员工继续在澳门广推电头 网头 让身处本澳客人能参加菲律宾的赌博活动 本案重点是太阳城推广有关活动并提供渠道 但没有获得澳门当局的许可 他形容正如在澳门出售的香港六合彩属违法行为一样 有关电头方面 露影霞说 案中证据足以认定周卓华等被告 透过于回方式和地下钱庄 而转网络赌博的不法利益 赌底面的赌客 亦以项目资产偿还赌债 有关犯罪集团方面 露影霞指 黑社会犯罪的要件是在周卓华领导下 多名被告各司其职 较长时间齐心协力透过不法赌博来拿到不法利益 露影霞最终宣毒判决 其中第一被告周卓华 触犯一项 黑社会的罪 触犯103项 在许可地方内不法经营赌博罪 触犯的54项 诈骗罪相当巨额 以故意同未遂的方式触犯三项 诈骗罪相当巨额 以故意同忌遂的方式触犯一项 不法经营赌博罪 各罪并罚 合共判处18年实际逃刑的单一刑罚 第二被告司徒志豪 第三被告张一平 第四被告马天伦 第五被告张志堅 第六被告周振熙 第七被告卢石峰 第八被告黄柏玲等 分别触犯多项 黑社会的罪 不法经营赌博罪 诈骗罪等 分别判处10年至15年逃刑 第十被告何正义 判处7个月的逃刑 准与暂换2年执行 第十一被告梁树荣 判处9年逃刑 第十二被告吕文杰 判处7个月逃刑 准与暂换2年执行 第十三被告欧宏东 判处7个月的逃刑 准与暂换2年执行 第二十被告党 永江合共判处5个月逃刑 准与暂换2年执行 第九被告张宁宁 第十四被告苏易明 第十五被告苏楚豪 第十六被告苏佳荣 第十七被告蓝紫志 第十八被告李绍聪 第十九被告旁黑分 及第二十一被告周勇军 因欠缺更有理作证 或因追诉时效戒满 军判处罪名不成立 辩护律师会建议上诉认为证据不足 另外涉及民事赔偿部分 盧影霞表示 当中倒底面的犯罪行为对澳门特区 以及五家博企所作出的财产损害赔偿 合议庭依职权裁定周卓华 马天伦 张志堅 周振熙 陆石峰 黄柏玲 梁树荣以连带方式 向澳门特区支付合共65.22亿港元 向美高煤金电超豪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合共3.4亿港元 向永利度假村 澳门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合共7.7亿港元 向威尼斯人 澳门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合2.95亿港元 向银河娱乐场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合共5.59亿港元 向澳于综合度假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合共1.78亿港元 上述赔偿金额虽连同 由判决作出之日 起计直至完全支付为止的法定利息 盧影霞最后表示 被告于不服判决 可于20日内向中级法院上诉 法庭宣读判决后 到场旁听的周卓华家属离开法院时 未有回应传媒提问 周卓华代表律师之一的李易豪则表示 宣判后未同当事人接触 但会建议上诉 因他认为检方在 土底面和电头方面都不够证据 亦不构成诈骗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记住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 Jen